我请介大使一起讲好不好 因为现在这个半导体业也不景气 那大陆又遭到美国的制裁 在中美晶片大战当中 我们当然不断看到一些局部的一些突围 比方说大陆又靠着什么什么样的转机 又获得了一些晶片等等 但是最近有一个数字引发了大家的关注 大陆电子工程网站 写说大陆申请吊销注销登记的半导体相关的企业是 5746家 这个数字比2021年增加了68% 算一算两年下来大概少了1万家的半导体出厂 整个就退厂 所以这个情况比大家想象的更加糟糕 这什么情况啊 倒闭潮开始了吗 当然现在半导体也是不景气 就是全球的需求量降 其实就是说在疫情期间因为远距的关系 远距经济造成半导体在硬体 硬体这个需求量大增 那造成一个溶景 那其实不只是说美国的 不是说中国大陆那些公司在倒闭 美国的大公司裁员的量也非常非常的大 这跟整体的那个景气有关 那中国大陆你要看是哪一些企业出问题 那中国大陆的企业数是相当大的 你这个就是说你看它这个一年倒闭 这样子或者收掉的公司就这么多 那你要看是什么样的公司 当然这个量已经相当可以显示 就是这个产业是不景气的 介大使我补充一个数据 2020年中国大陆成立两万三千家半导体企业 2021年又成立了四万七千四百家 所以这个已经是打混 想要进来分基金了 这种公司太多了 就怪羊头卖狗肉 所以政府在整顿 政府在整顿 所以占它整体的里面的这个公司的数 并没有像那样子 说一半的这个厂商都倒了 那个数目是有限 那你要看是倒的是哪 出问题的是哪一家公司 如果出的是今天是中心半导体 你如果出的是 你如果出的是长江存储 你出的如果说是这个 出这个华为的话 那就真的有问题了 所以任何一个行业里面 大大小小公司 也有些刚刚这个郭委员讲的 是趁机来 或者说有些弹塔效应 台湾有这一大堆生计公司 对对对 然后政府又有很多基金 对有些一人公司 五人公司的 对他就收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 不见得有那个指标性的意义 虽然它是一个统计数字 看起来单纯的这个数目 有一定的数量 就是不见得有指标性的意义 而中国大陆事实上的话 你要从另外一个新闻来讲的话 那你会觉得中国大陆 是不是这个半导体产业还是不错 也就是中国大陆在过去一段时间 它的这个 也就是说它自己的半导体设备厂 事实上都开始起来 因为中国大陆设了一个指标 好像是2025吧 就是说中国的半导体 要使用自己的半导体 制造设备的比例要达到七成 所以它是一个在一个调整转换过程 有些产业可能不行了 有些产业又兴起来了 不过整体来讲的话 如果说今天这个 半导体产业出现问题的话 那个不是只有中国大陆 那么美国 对不对 然后韩国也都有同样的状况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这个银行的事情 银行事情它里面 美国的这个地方性银行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他们手上现在持有很多他的这些投资的标的是商业房地产 商业性房地产现在在美国来讲是一个地雷 因为第一个也是远距经济的原因 很多的就不需要到设立实体办公室 很多公司它的实体办公室使用空间也在往前往 所以商业这个楼宇的基本上的房地产 它的这个价值在萎缩 然后呢 它的这个很多 你的价值在萎缩的话 这些投资在这些房地产的这些地区的这个银行 就它的这个营运的成本 各方面营运压力就很大 所以造成普遍性的 就是说大家现在不看好一些地方性的银行 所以美国现在有180多家的银行 兵临破产 可是你知道美国 美国的银行 我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很准确的数字 我拿两个中间 有说五千有说三千 我就拿四千家好了 那四千家的话 有一百八十六家银行破产 那是不是会造成系统性 是不是有系统性的危机 很多专家都在辩论 说美国现在其实 美国的银行体质比它2008年 那个时候次贷风暴的时候已经好很多了 因为它中间做过很多这种 监管的一种改变 监管的改变 那所以就变成是不是真正是一个系统性的大危机 可是整个来讲的话 有人的说法是美国现在系统的 美国银行体系比以前更强健 那这次为什么出问题 这次问题出在什么 出在这个信心不足 那可是问题就变成你系统很强 到时候是不是你还是敌不过大家的信心 不足 信心是最致命的 所以现在是信心跟你的系统的强固性在对决的时候 当然脆弱的地方先爆 那可是问题上 因为First Republic它基本上不是一个小银行 它在美国排名 它事实上我记得比Silicon还前面 我记得它是美国十五十四还是多少 Silicon还是七 所以是前二十大的银行 那不是小银行 所以它的影响 它的影响很大 那因为因为Silicon跟First Republic都是两家大银行 所以先倒这两家大银行 所以大家就很警惕 那后面倒的这些就是比较小一点 大家想说大的都倒了 这些小的更不安全 可是问题这边我们刚刚讲到英国 还有德国这些问题 我是觉得这些基本上 不是它国内的信心问题 我认为是全球对于西方银行体系的不信任 这个也跟利率有关 因为这个银行给的利率 这些存户不满 所以它的存款可能就流出 做一些别的一些操作也有关系 我觉得这里面除了 就是说它本国的这些存户之外 我觉得国际存户也很多 因为因为这些 这些比如说这些Oil Money 这种中东的这些 大的基金也好 大的家族也好 或者大的富豪 它的钱可能过去都在这些欧美的银行里面 可是一看美国带头结合欧盟 连瑞士一起变成同伙 在那边抢劫俄罗斯富人的钱 没有任何交代 只是说我对你不爽 那他们大家信心都动摇了 钱都拿走了 对这也是信心的问题 那另外我们同样来看一下 这个信心的问题 还有经济的问题 我们知道这个菲律宾跟这个南韩 跟中国大陆的这个出口 比例都算是高的 那个秀房银行的部分 我觉得他们是在弃叶伦 在弃叶伦 因为财政部长是可以讲大话的 当年那个Polson 无限担保啊 无限担保啊 没有一个人会亏钱 我负责到底 这逼叶伦吗 不就是需要 不然信心从何了 因为存款户会怕 怕他的钱会不见 叶伦就学者出身 他就不愿意啊 那你就赶快辞职嘛 这个就是 就是我们在讲 不然你说信心如何了 银行的信心 事实上有人讲过一句格言 四分之一的存款户来领钱 谁都挡不住了 每一家银行都要倒了 那现在问题就是 存款户为什么要来领钱嘛 因为没有一个人 出来讲大话嘛 那美国有这个权力的人 就叫财政部长 那拜登要选了嘛 拜登不能讲这话啦 这个一定要由财政部长来讲话 就要看叶伦愿不愿意了 就是他就不愿意啊 就是这样啊 问题在这里 太诚实也是个问题啊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